嘿嘿大家好,我是阿易,歡迎大家回到來 今天繼續跟大家玩跳躍白鯉魚王 我們繼續在跳 這隻Pokemon Company出的遊戲 Pokemon Go之後,它有跳躍 然後我都說是完結的 上次講到,我已經將鯉魚王升到第10還是第11 我不太記得我剛才是怎樣的 但為什麼我今天跟大家拍多一集 一個原因就是我不想升到他做12 然後他就這樣說 以將鯉魚王培育到最高等級 不可以繼續培育他 然後他就迫入了這個聯盟 打一個人才可以繼續下去 看看會不會有一隻新的鯉魚王 所以我們就進去對這隻瘋性的鯉魚王 看看這個瘋性的鯉魚王究竟可以怎樣 這隻小很多,所以可能是我們贏了 還有比卡超力量打氣 升了5%的CP嗎? 我覺得應該要好好訓練比卡超才行 看看這隻鯉魚王怎樣 哇,很差勁喔 還差勁一個我們第一個聯盟的盟主 不是應該第二個聯盟比較厲害嗎? 我們贏了幾多? 贏了11米 那就是說我們在這個聯盟都應該比較簡單贏 那我現在就應該可以把鯉魚王培育得更強大 他就說卡普鎮長 那他就說 以前我還是一個活躍的培育家的時候 給你一個魚童的樣子看看 喂!卡比獸喔! 喂,很棒喔! 喂,卡比獸在這裡會不會比較懶? 還有很多裝飾在這裡 我們可以用這些親密的精品、裝飾品 可以更快令到鯉魚王升級 也有一個裝飾品 還有一個漢品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躲在裡面 然後放牌在這裡 鯉魚王快高、長大然後放天燈 我不知道,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裝飾品 也可以升級到這隻鯉魚王 那我們是不是打完第一個圓盟之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 現在我們不會再成長以最佳的狀態 進行告別賽 那就是他最後的挑戰 那就是說 打完這幾場之後 這隻魚王 我們應該要換 好像上一集說過要釣魚 這個非常簡單 第一場看看 第二場是第2回合 17.92米 所以應該都很簡單贏到 好,我們繼續下去 第三回合 沒有問題 我們已經贏到開巷 剛才跳得多高 升級到這個級別 升級到3級 可以調到13級以上的獄王 我猜我們升級之後 應該打完這個獄聯盟 做完最後的姿態 應該可以調一個12級或者13級獄王 然後我們再升級 好,第四回合 看看這隻魚王可以去到第幾回合 等等 第四回合好像差一點 多少米 是不是差一點點 哎呀 我們輸了第四回合 我們輸了0.2米 即是20cm 我們應該輸了 好,這就是李魚王最後的決戰 去到第2個聯盟的第3回合 這個也辛苦了 李魚王就要退役 是不是每個環箱放回大海 讓他遊遊 咦,有劇情 看看 這個魚王,半個人這麼高嗎? 高到這樣嗎? 第一代的魚王最終的成績 就是等級11 2.44CP 亦可以特分多些 聯盟獲勝有8次 即是說第一代非常棒 拿到第一個獎牌 這個是右右聯盟的獎牌 但在黃昏打下 他就回去了研修 接著就退休 世代交替 看看這個人有什麼事情發生 將他培育到這個等級實在太厲害了 將鯉魚王培育到最高等級的過程中 你似乎也大有獎勁 也加了我的經驗值 差不多Lv4 我們現在幹競獎也升級了10% 下次的培育速度也會提升 即是說我們下一次會多10%CP 接著就去釣下一隻鯉魚王 究竟會釣到什麼 我們先看看 我都釣到花紋一攬 就有錦尼普通的金閃閃 即是說我們應該會有更厲害的東西 釣魚大哥也給了幾個魚缸 我們拿這個 應該都沒有其他 我猜這堆都是破舊的魚缸 所以我們就用它 看看我們這樣會釣到多少的魚王 高一點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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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可以了 高一點高一點 看看 我們先看看 我們釣到的魚王 這隻是有花紋的 這隻是錦尼 我看見一個花紋的數 特別 我們就看看這個 錦尼是錦尼 即是我們剛才說的兩顆星 光競獎是加10% 還有個體獎是事件CP加129% 就決定是錦尼 是錦尼的魚王 我們先幫他改名 不如就叫 逆魚王 有點懶惰 你改名 新的錦尼的魚王 有世代交替 應該是舊一條 跟他講話 不是 提 是魚王 是不是這樣叫 我也忘記了 講完一大堆 然後他告到橫香 然後這個 就去魚池 繼續訓練 他說在魚池的深處 找到魚 好像死了 這個魚王 這樣嗎 OK 也就是要這樣吃一大輪 然後跟著 我們就可以再升級一下 OK 我們亦都充滿了 可以大了一點 後面那隻 應該是我們舊那隻的魚王 不停地游泳游泳游泳 不知道搞什麼 但是我們就上來 叫一隻比卡超 然後也可以升到CP NV3 即是說 我們也可以試試去商店 我猜我們應該可以進來商店看看有什麼特別 有些新的東西 土土果 我們也可以解鎖 特訓方面 應該都 差一點 4級就可以解鎖 即是說 我們去多一點聯盟 應該就可以解鎖到這個東西 我們就出發去特訓一下 看看這個魚王如何 今天的特訓是什麼 究竟是打沙包還是跳 這次是跳 OK 繼續來跳 翼魚王跳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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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下 這次就大成功 好像上次的超級成功 是真的巧合得這麼巧合 這麼好彩 但是有人在那邊走過來 是不是也是神秘大叔 咦?不是 這次是鎮長按摩 鎮長來做什麼 你真是在這裡特訓 李魚王已經好像根皮力盡了 來啊 我還以為是他幫我按摩,我訓練石禮魚王多辛苦 然後怎知道你和石禮魚王的按摩? 對了,救命 回復了一點的訓練點數 不是應該加120%會加我2.29的次數嗎? 不要緊,但我亦可以多吃這些,看看我們能不能升到幾級 升多一點級別,應該沒問題,再多點保密 我發覺在魚池裡有空會找到一些很可愛的東西,即是寶物 即是說他拿到後,也可以升多一點,這個肚子過得真是不錯 我們再特訓多次,看看他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事件會發生 希望他不會被人擔走,因為看大家的留言,他好像有一個事件會被人擔走 特別是被被人擔走,好像說中了 所以我希望應該就沒什麼事,跳得太高,好像真的會被被人擔走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升級到差不多,也可以加一些精品,加一些東西 這裡也有一堆東西,譬如我們可以用鑽石和水草再加快些 或者我們可以用道具增加跳躍力之類的東西 好,不如我們就試試再去挑戰一下聯盟 看看我們這個先機聯盟可以挑戰到多少 但今次我們跳的月王只有442CP 好像剛才有500多,我們可以挑戰一下,我們可以跳過 可以嗎?應該是贏的,那也不錯 那也不錯,我們可以跳過一些贏的東西,不用弄太久 我們看看這東西可以去到多少 但剛才我好像去到1800個CP 那可能是否也差一點點 我們看看如果我們輸了去不到的情況是怎樣 好,來吧,挑戰,跳過,看看我們這次贏不贏得到 對面那隻這麼大的月王,差一點點 不過我們差170多CP 我們就已經跟他生1米 所以升高一點的話應該就沒問題 OK,沒問題,即是我們回去挑戰一下 然後跟著我們就可以再升級 不過還有隨機事件 不屈不撈的李月王 雖然你這次輸了,但你的李月王真的很棒 咦,還有粉絲,我很會支持你 加油,加油,易月王 不是我有粉絲,是那隻李月王有粉絲 救命 即是在這個李月王的世界裡面 李月王只會跳,和會被人讚賞 而我這個訓練員,就站在旁邊不知道在做什麼 李月王你真的,明明是應該有粉絲來找我 那我做訓練員,那你幹嘛找一隻李月王 那現在真是吃醋 好,那我們現在就再升級一下 看看我們可以挑戰到他多少 我們試試做三個特訓 我發現最近的事件都真的很多 今次是金珠,即是我們拿多幾個金幣 應該沒問題 閃閃發光的東西,上次就是鑽石 那今次會有什麼呢 今次就是玻璃... 噢,原來真的沒有東西 咦,但是...咦,救命啊 為何你如我找不到東西 反而不是我去找的,應該是我去罵的 然後由根皮的進CP降低了89 即是剛才我們訓練過的東西就沒有用 啊,不是,都升到F8 那都OK的,那我們先試一下 還有一個人在這裡 狂歡派對 我們也可以開始狂歡派對 即是F8 即是有各種食物和Pokemon 會送東西過來的 有很多... 嘩,有很多肚子 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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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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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們吃完之後 應該差不多可以升到Lv.10 還有一個得分 OK,好,那我們就升到Lv.10 今天就將它變成偏大 但問題是搞什麼 噢,有新花紋 我們升到這麼高 也登錄了一個圖鑑上面 紅白的錦里 沒問題 原來開到它這麼大 你才會發覺 它就有明顯的花紋 雖然我們普普通通平時都會認到 但如果要獎勵 那就應該要時間 OK,好,那我們吃完這個圖 我們就去聯盟 最後今天就挑戰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贏到 看看可能第七回合 我們現在有2000的CP 好,來到第四回合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輸的回合 哇,2.57K的CP值 那就是說我們可能已經對不到 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些道具可以讓我們升到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2.04的CP 所以我們應該比較難 啊,不對,但是 我們試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裡再吃多一點東西 然後再升多一點 看看我們呢 看看我們升到2000CP 也可不可以過到 我希望可以 還有比卡超有沒有東西給他 喂,來吧 喂,沒有東西給他 那應該我們升到幾個 就可以打到第四回合 不過呢,我們不要忘記那麼多 我們在今集完之前 挑戰他 看看怎樣 來吧,來到先機聯盟 也有多少少才做實況 我覺得去到哪個聯盟都是他 但是呢,我希望比卡超幫他打打氣 唉,沒有啊 我還以為他可以幫我們打氣 啊,差一點點點 應該都是 可能差1米至2米左右 是啊,就是差1米左右 那就是說呢,我們可能下一次回來 再跟大家培訓多一點隻鯉魚王 應該我們就可以贏到這個聯盟 吃多一點東西 是啊,但是呢 我們不理那隻鯉魚王 我們先理這隻比卡超 哈哈 跟我們說嗨 但是呢,我們今天的時間應該差不多 好了,這隻比卡超在這裡跑跑跳跳 有隻鯉魚王在這裡 浮著浮著浮著不知假的 對了,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下面留個Like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又會和你打怪物彈珠 為什麼他們說我們很想要這個光纖 不是的,很明顯就是 不是嗎 是那天我找了其他人 找你幹什麼 我又有光纖 找到阿樂 找你 我怎麼遲到什麼 你直接飛去找他 你們在這裡 媽媽 有魔神 你可以快點